中心社记者提问 蔡英文在胜选之后提出所谓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的 对话是两岸重启良性互动长久稳定发展的关键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第一 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是两岸关系和平稳定不可动摇的基础 汉山意汉九二共识难 第二 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 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是两岸同胞利益扶持的最大祸害 必须坚决遇遏制 第三 台海形势走向和平稳定 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时代潮流 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第四 台湾的前途在与国家统一 台湾同胞扶持细于民族复兴 台湾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台湾 台湾的前途由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台湾分裂 对 感谢观看